满化民国,我是李满 今天我们聊一聊张学良的二夫人古瑞玉 张学良的几位夫人里 二夫人古瑞玉算是名气最小的一位 她也是张学良晚年闭口不提的一位夫人 与娇小的赵子小姐不同的是 古瑞玉长得人高马大,人称大雅马 根据史料的记载 她身形虽然健硕 但五官清秀 并且擅长唱曲 古瑞玉遇见张学良时 张学良已经有了于凤智 于凤智虽然比张学良大了三岁 两人婚后的感情却也算过得去 于凤智性格强势 所以张学良身边很少能有女子和她亲近 然而百密总有一书 于凤智和张学良结婚的第七年 身为张学良部下的姨妹子 并且轻慕张学良已久的古瑞玉 设法潜入了张学良的住地 并且成功地用唱曲的方式吸引了张学良 成为了她的整编人 古瑞玉首次随军 就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取得了胜利 这次出征回到天津以后 张学良动了迎娶古瑞玉的心思 他也因此大着胆子向父亲坦白了 张作霖表示并不反对儿子另取 但她提出古瑞玉必须和自己约法三章 内容是第一 戏去千华 从此不再登台唱戏 第二 不许抛头露面 第三 不得参政 于凤智得知消息后虽震惊不已 却也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反对 但她坚决表示 古瑞玉不得进大帅府 之后 得到所有人默许的张学良 将古瑞玉安置在奉天金三路的一个洋楼里 行军打仗的时候 她就带上她 日久后 因为古瑞玉坚持随军 人们尊称她为随军夫人 与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后 觉得时机成熟的古瑞玉 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张学良要求 要住进大帅府 张学良不同意以后 她所幸的不再随军 也日日过着奢侈的生活 为此她还经常以张学良的名义 请梅兰芳等金华的名脸 到她居住的房子里去唱堂会 古瑞玉的行为激怒了张学良 她后来的一个鲁满的举动 更是让张学良怒不可遏 1928年 张作霖在黄古屯事件后 被日本人炸死 大帅府的于凤智 为了大局密不发丧 她带领大帅府的人 翔装张作霖在世时一样 以等待张学良归来 可此时 古瑞玉却贸然来到了沈阳 也是他的行动 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注意 日本报纸上刊载了这则消息 并以此判断张作霖已死 古瑞玉的鲁满 彻底地激怒了张学良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正是在这前后 古瑞玉还做了一件 让张学良无法接受的事 他接受了政敌杨宇婷的 三姨太的跟帖 和他结为了异性的姐妹 与杨宇婷等人来往 明明是古瑞玉中了计 可因为异性想打败于凤智 他已经不管不顾了 后期 杨宇婷开始利用古瑞玉 去监控张学良 看不清局势的古瑞玉 却浑然不觉 杨宇婷甚至想通过古瑞玉 邀请张学良参加寿宴 因为知道危险 于凤智筑其化解了 张学良一心想统一 东北抑制后 他有心将东北军 归于南京的中央政府调遣 可他的举动 在杨宇婷和古瑞玉的眼里 却是投降南京政府 为此呢 他还在一次阅兵时 指责张学良 恨铁不成钢的张学良 一怒之下 打了他一巴掌 也从那时起 两人的嫌隙越来越大 但这一巴掌 也让古瑞玉清醒了 他认识到 自己对杨宇婷等人的认识 只停留在表面 1929年1月10号 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 以妨碍国家统一为由 处决了杨宇婷 常英怀等人 这之后不久 古瑞玉在报纸上 知道了丈夫 和新欢赵四小姐结合的消息 他彻底死心了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即便打败了于凤智 也很难再与他的新欢赵四去抗衡 果然 之后不久 张学良决定 彻底与古瑞玉分手 两人于1930年 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破令人择舌的是 离婚淡日 两人尽不肯照面 张学良当时提出的 三个离婚条件是 第一 离婚以后 古瑞玉女士 不得利用张学良的名义 第二 不得为娼 第三 任凭改嫁 对于这三个条件 古瑞玉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离婚时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 让张学良 将因租建的那幢小洋楼 留给他居住 听到古瑞玉如此痛快 就答应离婚 张学良突然有些于心不忍 他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 还随手命人 给了他十万大洋 做生活费 离婚后 古瑞玉一直住在天津 为了从头再来 他为自己改名为了孟小玉 他和张学良 也从此再未相见 无疑 在张学良众多的女人里 他是最惨的一位 他的最惨在于 他不仅被张学良抛弃 被他选择性遗忘 还被后世 看成了作的典范 世人显然忘了 在和张学良的婚姻里 他或许有错 却终究是被辜负的那个 好了 今天的满花民国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